败家小老外 下周预订一家资博烧烤店 那亲爱的老板 您整死那肚子里的笑蝉虫 那太喜欢吃烧烤的 你才是虫子 我和孟涵去吃烧烤 可没打算带你个败家小老外去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看家吧 臭老板 坏老板 可恶 你竟然不带那鸡齿好吃的 哼 看那这么给你败家的 资博烧烤吗 下周以给个丁一桌 家值一个亿的烧烤 你 一个亿 女士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一个亿你能买下一百家 我这样的烧烤店了 二位骂法给饿 我想给你大宽 收款一亿元 到此你们正常营业 想不要告诉那么老板家格 也不要太惹情 等他们吃完 再把张胆给他拿过去 给他的警戏 小凡 这里好热闹 还好提前预定了位置 而且这烧烤好香呀 呵呵 这小老外虽然败家了点 但是办事还是很靠谱的 老板 赶紧滚出来给大爷找个好位置 实在对不起先生 您来的这个时间太晚了 我们已经没有位置了 别他们废话 没位置就让人给老子躺一个出来 老子有的事情 亲爱的 你看那个位置好漂亮啊 人家想坐那个位置好不好吗 好好好 哥哥这就给你抢过来 卧槽 他们竟然朝着神豪去了 这可不行 先生先生 那不行 那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您不能过去 滚开 还是一个简破烂的 破烂佬 你这位置我女人看上了 这是一千块 给老子疼个位置 这钱就是你的了 哎 吃个饭也不安生 撕 这破烂佬的女伴怎么这么漂亮 不行 我得好好贬低一下这个破烂佬 说不得就能抢来这个牛儿 请不要打扰我们用餐 想吃饭下次记得提前预定 这位先生 请你离开 不要骚扰我们的贵宾 滚一边去 妈了个八子的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连我胖虎都不认识 我的妈 这竟然是人称虎爷的胖虎 这可是个狠人啊 红浪漫喜遇中心就是他开的吧 身家怎么说也有个千万了 难怪这么嚣张 看这两个小年轻应该是外地人 这细胳膊细腿的 恐怕今天要遭殃啊 有喝 小子你是真的够张狂啊 在这一目三分底 你还是头一个敢这么和我胖虎说话 来啊 老子倒要看看究竟有什么后果 既然不给老子让座 那你也别想吃 看到了吗 老子有钱 这里是十万块 你说够不够打断你一条土 不打理你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卧槽 完了 这一桌子价值上你的烧烤 竟然就这么被毁了 这要是让我赔钱 那不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吗 方董 这可不能怨我啊 这一桌烧烤可都是他胖虎掀翻的 这损失我可赔不起啊 嗯 这和你没关系 你稳一边去不就是一座烧烤吗 老子掀翻的老子出这个钱就是了 现在老子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破烂老 记住以后做人别太嚣张 靠 破烂老你给老子挡着 老子这就去叫人 等一下 想走可以 这一桌的烧烤钱先给老板 不用 不用给我 哈哈 看到了没破烂老 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和我胖虎要钱 不不不 方董这一桌烧烤的钱 您的助理已经给过了 所以现在胖虎应该直接把钱赔给您 草 不就是要钱吗 行 这里是一万块 小子你先拿着 等一下我让你十倍给我吐出来 站住 这钱不够 嗯 一万块还不够 我这一桌五百块都用不了吧 怎么 你他妈活他一伙的 想要讹我是吧 好 再他妈给你一万 还不够 你放屁 一桌子破烧烤而已 两万块还不够 你他妈吃的是金子 方董吃的虽然不是金子 但价格可比金子贵多了 这两万块还不够 方董那一个串串的钱呢 靠 这败家小老外又给老子败家 两万块钱一串 你忽悠鬼吗 不是两万一串 准确说是两万块钱一块肉 一串上面是十块肉 那岂不是要二十万一串 天啊 这是吃的龙肉吗 不要怀疑 这肉串的肉可是超顶级和牛肉 而且一头牛身上只能提取下来 这么一小块肉 因此这一串就是十头牛 方董这里是一百串 价值两千万 我的妈 这也太离谱了 人家随便一口肉 我奋斗一年都攒不下来啊 不可能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啊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而且这些牛肉串还不是全部 包括两瓶价值千万的汉地茅台 也摔碎了 以及一万块钱 一个粒的超级钻石鱼紫酱 十万元一块的鹅干等等 这里是采购单 以及上周方董助理的 一个亿付款记录 这个败家小老外 吃个烧烤 他竟然给我花了一个亿 看我回去不让他屁股开花的 我就是做国际运输的 没错 这采购单是真的 先犯了一个亿 我还想拿两万块钱砸他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大佬 是我首件 是我该死 我真不知道您这烧烤一个亿啊 我全部身价也不超过一千万 这我哪里排得起啊 哥和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对不起 犯了错就要付出代价 赔不起没关系 你可以给我打工慢慢还吗 这两万 你的喜悦中心不是能抵一千万吗 剩下的九千万 你们两个就去里面 给我做搓枣工慢慢还吧 搓 搓枣 完了 宝贝 以后我们要去给别人搓枣了 赔 就你这样的穷笔 竟然还想老娘陪你吃苦 你也配 咱们现在开始已经分手了 搓枣虎 完了 钱没了 人也没了 以后我胖虎再也不装批了 主人捡到破碎火箭 摆建一个激发系统特殊奖励 奖励